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您好 爱您您好 黄女士我们知道说 特朗普总统自从上台之后 是大张旗鼓地对很多的美国的政策做了一些调试 尤其是在美国的税改方面 您觉得可能会对美国的受险 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美国的目前的经济状况 到底也就是说 特朗普一系列的政策的改变 对美国的受险市场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根据3月份对2018年整个一年甚至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统计 是可以看得到2018年整个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成长 差不多是在2.9左右 也就是说在美国经济上 虽然2.9对很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来说 2.9好像是觉得太低了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 就是已经非常健全 或者说已经高度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 能够做到2.9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可以说2018年全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全球应该是一枝独秀 美国的经济在2018年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在3月份的时候 对美国到这个2月份的失业率 我们再来看一下统计的数据也是一样 非常让大家觉得说美国的经济 失业率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非常好的状况 那现在的失业率大概是在3.8左右 也就是说正常就是自然的都应该是在4左右 那现在这个失业率当然是在美国历史 就是50多年以来甚至60年以来是处于最低的时候 当然现在的企业因为失业率低 所以就要增加薪水 当然在上一个季度或者是说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加上2019年的第一个季度 大部分的人的薪水并没有涨很多 也就是说对企业来说压力还不是很大 但是可能这个涨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建筑行业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美国的房地产还在持续的发展 因为房地产的持续发展才需要更多的建筑工人 那建筑工人的薪水现在已经达到平均每小时是27块28块左右 所以大概我们都要改行去做这个建筑工人了 所以美国的经济呢 尤其是刚才谈到的在我们新总统这个上了 现在已经不新了 已经做了两年多了 但是我们这个特有气质的这位总统在上来之后 最大的几个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税方面的一些改变 2017年3月份 这个新的税法出来了之后呢 那么2018年整个一年 我们就已经看得到 这个新的税法对经济的这个影响了 那2018年这个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这个大型企业 Large Corporation他们的收入所的税从35%到21% 而且呢 这个鼓励非常多的 这样一些海外的资金回到流向美国 所以在税方面呢 因为企业税的减少 那回到美国的这个资金非常多 从个人的这个税方面来看呢 个人实际上就真的很难说到底哪些人受益 哪些人是没有受益 地方的税 那以前呢是你交了多少可以抵掉多少 可是现在呢最多只能抵1万 所以我现在交给加州州政府的税 已经在联邦不能怎么抵了 只能抵1万 所以呢有一部分人的税呢 2018年可能比2017年交的还要多一些 当然个人的税制呢 是从39.6%最高2017年的 降到2018年37% 但是这个降好像2% 看不出来太大的刺激 而最大的这个刺激呢 应该是对这个企业 当然个人呢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标准的这个standard deduction呢 这个现在提高到 2018年是一个人1万2 2019年呢一个人是1万 1万2千200 所以加了200 那这个退休金账户呢 这个2018年呢是50岁以下 5千5 就是traditional IRA的这个可以抵税的额度 那如果是超过50岁还可以加1千 2019年非常好 涨了500 所以IRA账户呢 traditional IRA可以抵税的 从5千5涨到了6千 所以这些都是在税法上面的一些改变 但是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呢 除了在税法上面的一些改变 刺激经济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一直唱到这个美国优先 美国这个优先 那美国优先呢 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政策的改变 比如说通过行政命令 把巴黎协议退出巴黎这个协议 那他的主要重点就是 现在先要把美国的经济做好 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不惜让政府部门下档 也要建这个美墨这个边境的墙 所以这些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希望先把美国的经济做好 美墨边境 其实这只是一个非常可一堵墙 但是这个的意义不仅仅是 非常可一堵墙在那里 而在于心理上 怎么样来对待这些非法移民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对美国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是 是 谈到这一点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今年这个三月美联储没有这个加息 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对对对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美联储加息 每一次这个加息都牵动了 全世界的经济 牵动了 那最有意思的就是 早年的时候呢 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就非要把当时的这个耶论 也就是当时的美联储的主席 就是给了很多压力 给他 让他要加息 那这个耶论没有加呢 结果最后就离开 这个就换下来了 那就是现在这个鲍尔 来做这个美联储的主席 那这个鲍尔上来之后呢 好像也不跟他配合 因为这个特朗普呢 后来是希望不要再加息 因为他觉得美国经济 还没有好到他认为好的 这个程度 所以他觉得是说 在这种情形下呢 这个缓慢的加息呢 对美国的经济 还有更好的这样一个 触动的作用 所以呢 在2018年一直都在加 但是2019年3月呢 突然不加了 这一次不加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从经济学的这个状态来看 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基准利率 现在是在2.25到2.5左右 那实际上呢 到4%都还可以有加的这个余地 就还可以再加 那现在实际上还可以再加 那可是为什么美联储不加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因为特朗普认为 经济还需要再刺激 还需要再发展 所以这种压力呢 我想这次特朗普是赢了的了 所以呢 再还有一点呢 实际上这一次 如果美联储不加息 对全球的这个资本的成本来说 会降低 那么对全球的这个经济来说 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当然对我们美国人民来说 这一次不加息呢 大家首先感觉到 是30年的房贷 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的 再提高利息了 对 是的 非常感谢黄女士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 天天话题也不要离开 天天话题 财经专栏有 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问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学理财分析师 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特朗普税改方面的 这一些政策 我突然间就想到说 其实大家可能最关心的 还是有关CRS了 那么这个CRS的一些影响 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对 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奥巴马总统就开始要 就签书了肥咖的条款 2014年美国就开始执行肥咖条款了 那其实全世界都已经感觉到说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不对称 或者是说信息的这个不完全溝通流通 那么造成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这样 或者偷税漏税这样一些 或者避税的这样一些可能性 那现在大家都缺钱 各个国家都缺钱 那么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找到这个赌税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CRS现在开始实施了之后呢 现在到目前为止是一百零几个国家 加入到CRS里面来 那这样一来呢 特别是在去年 就是2018年的9月1号 那中国已经开始这个信息交换 就是第一次开始信息交换 那所以呢 很多这个国际间的这个投资呢 就开始有一些变化 开始有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国家是加入了CRS的 那么它自己的非居民的这个投资呢 它是要把这个资料进行交换 当然就是说一百多个国家 加入到CRS里面 除此之外 国与国之间还要再签一个双边的协议 所以CRS现在可以说是对全球的经济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但是呢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没有参加到CRS里面去 美国没有加入到CRS呢 其实最大的解释就是 美国已经有这个肥咖条款 FBAR 这个FBAR的这个全称 就是海外税有遵从法 那么这个海外税有遵从法呢 其实是要求美国的这个绿卡 或者是美国的公民 在海外的这个金融资产账户呢 要报回美国政府来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人 在海外的金融资产 美国政府是已经有一个方法 来进行这个控制或者是监督的 那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 既然已经有个肥咖条款呢 那就不需要再加入到CRS 那将来会不会加入 其实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看起来近期是不会有改变的 当然美国其实出了这个肥咖条款以外 还有一个跟我们华人朋友 非常大的关系的 就是肥咖条款 FBAR 那FBAR呢 它其实是早年 1970年就有的一个银行安全法 那么这个安全法呢 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 所有的美国人在海外的银行账户 应该要报回美国政府来 那但是以前执行的不是特别的好 一直到911 911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这个恐怖主义的资金啊 都是在海外这样进行 这个就是说 out of美国政府的control 而且也不知道 所以呢 911之后 大家又想起来 这个FBAR 这个条款 应该是非常严格的要去执行 所以美国居民呢 对于这个FBAR跟肥咖的条款 应该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我们华人朋友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新移民 那而且呢 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会在原有的国家 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联系 或者有银行账户 或者是有一些金融资产 或者甚至还有公司在海外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报 什么样的情形下不报 那应该要跟你自己的会计师 律师 这个财务规划师去商量 那最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我在海外的账户 有啊 但是账户的名字都不是我自己的 那这个他们都有一定的方法 就是账户不是他自己的 可是他都有签字权 所以要特别注意 肥巴跟肥咖当中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肥巴 只要你在海外的这个银行账户 有签字权 你也要报回这个美国政府 虽然东西不是你的 但是你有签字权 所以也要报回来 那肥巴条款呢是要求所有的美国人 每一年的6月30号要去报这个表 那这个表而且是不能够延的 就是跟你的报税没关系 肥巴就是一定要在6月30号要报 那肥咖条款呢 F8就说6月30号要报 肥咖条款呢是跟到你的税一起走的 所以你的报税延期 那你的肥咖呢 这个也可以跟着延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美国人要注意肥巴肥咖 那非美国人呢要注意这个CRS 但是现在无论怎么说 美国呢成为了这个在岸的最大的避税天堂 就是因为CRS 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加入 不包括美国 对对对对对 是是刚才您说的这一点 也是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朋友 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侥幸的心理 觉得说我既然这个不申报的话 就没有事情 但实际上这个当中也是需要大家警惕一点的 对是的 另外在目前这种大的环境下 您觉得我们要如何来做好 自己的这个美元的资产配置呢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也是 在2018年底的时候 好多朋友就说 海底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这个沙龙来谈一下 2019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 这个资产配置 或者说应该怎么样来看好我们自己的钱包 实际上呢 在这个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 很多专家预测 2019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经济呢 专家的认为也看法不一样 当然认为2019年美国的经济 应该来说会处于一种就是停滞的阶段 那不可能还像2018年那样飞速的发展 因为2018年的这个GDP的成长是2.9左右 那专家预估呢 2019年只能达到2.3 但是现在的预估呢 是认为只有2.1 所以2019年整个经济的成长 不会那么快 再加上那这个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经济的政策的改变 所以大家认为2019年最好的方法 是把现金都留在自己手上 那最后来看 到底应该投资在什么地方去 所以民众在做选择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在投资的时候 是要非常谨慎 而且应该是做一些风险比较低的 这样一些投资选择 比如说房地产 仍然还是一些投资的一些方法 那还有就是一些固定的年金 就是固定利息的年金 或者是指数型的年金 以及高额的指数型的万能受险 都是在投资的时候 可以考虑的一些方法 是 是 我知道在这个前期节目当中 您也是不断的提到说 在这个经济可能大环境 不确定的情况下 其实人寿保险还是一个比较 平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是的 是的 那么在这方面 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对 因为为什么会谈到 美国的保险是一个投资的方法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 它都是历史比较悠久 而且这个制度也比较健全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受险 价格也是比较便宜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亚洲有很多投资的方式 那现在都面临着呢 第一 可能不能兑现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公司 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 最后呢 爆雷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美国的这个保险呢 它预设出来的这个保单呢 是由美国的保险公司issue出来的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安全性要高很多 那再加上呢 这个人寿保险呢 它不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投入 你说你一年 你有两万块钱也可以投 你有二十万也可以投 所以它对资金的要求 没有限制 没有那么高 再加上它最好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 它的主要的职能还是保险 所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它的保障作用 还是非常明显在那里的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跟我们分享 足够好的资讯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 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通议时间再见 天天话题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